老師,你們要不要給他加指甲? 沒有,等他先擋出來一點,我再後面再處理 那我應該不用指甲,我直接幫他弄盆子裡 不用指甲,可以不用指甲,可以用泥品 對啊,我已經有中骨了 你已經有中骨了 他的筋會變粗 好,那個... 你現在做什麼事?你要寫學習單 麻煩拿個學習單到後面寫,或你要在這邊寫就OK 把你學習單拿上來寫,然後寫學習紀錄也可以 好不好,你們欠了非常多的學習單跟學習紀錄 我這裡只有四張,可是為什麼我看這裡就... 就四張 基本上你只有四張 可是我交兩張給你,可是你沒記錄我 我有記啊,為什麼沒有記錄? 你寫四啊 四不是那個意思 四是我認為你在打這張的... 四分啊 一到五分,一分到五分 就是你現在,大概我認為你目前在這四分的理解程度是五分之四 所以,其實每次都是四分之四 那些是誰 對? 那些是什麼? 那些都是少 對嗎? 那些是少 那些在二樓上 你修衣為什麼會覺得什麼? 沒有在二樓上 因為前面做的... 就看了你西爺的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 可以嗎? 還是你覺得這間商量不方便? 想去樓下上? 因為樓下上有一個狀況是 上網課,然後東西會追 我要再找地方收 因為那間教授每天有擺盤 實驗器材 然後我就從那邊收到別的地方去 我每次這樣做 這間教授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很癢 可是很慢 這間教授要癢 要癢的,才有癢的 這樣啊 應該是過 應該是過 好 我們現在講 這一張 我給各位看幾個影片 比較輕鬆一下 好 要看什麼? 哪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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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VD的A片 好 看一下 看得見嗎? 看得見嗎? 有這張很好的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飛行器 它在水面 它在水面 它在水面的上面可以飛行 你看過了 看過就好 這才看得見嗎 它用這個水管 差不多在背上的東西 把水很強力的 抽出來 噴下去 它就飛起來了 可是這樣如果失控的話 我們就... 有可能啊 所以... 這個管子呢 的長度 如果你整個飛出水面上 這管子就吸不到水 它就掉下來 所以你要一直在水裡面 它吸到水才可以 所以它飛行距離 飛行的高度是有限制的 這管的高度 它只能從... 水裡把水吸到來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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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那個水管往下噴的話 就... 往往它這樣噴的話 不不小心 什麼意思 它就往水裡重啊 它所以 87 ノ 他們這樣教他腳 我聽懂你的意思 我們 리� saran 如果以往又撐 會只會 project 停止 其實它卻比較無從 好難 der powiedz 所以 Kun亭 假如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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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見得就死掉了 可能往下撞得比較大一點 這是往上 越前越深 然後就點掉 越前越深 通常是在湖上面 我們現在點了 水 那湖也會很深 往前那個十六八七六五 這是大概是他們 他們後來過大舉行這個比賽 鄭宇先生 和鄭宇先生 起來動一動 他們把這個 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變得比較多的比賽 那是摩托車 他用摩托車先出去 這些 這些 現在沒有做到水上 沖托車 他只能放自己 配上來的裝備 噴起來 哇,這很屌 這是比賽什麼 這比賽可能是做一個示範吧 往下噴水 把液給噴起來 這設計又不一樣 噴在腳下面 手那個是控制方向的 對啊 手那兩個是控制方向的 這新的結構 這更帥 手是控制方向的 這點講 手是控制方向的 靠腳 來決定噴多高 用手來控制方向 這很帥 用手來控制方向 這很帥 用手來可以旋轉 這很帥 可以 真的嗎 有手的 吃油嗎 沒有吃油 其實不是 他會透過水 摩托車的變化 水到摩托車 把水壓回到水管裡 他在外面去的 外面到水面去的 你看他像這樣呢 變水到這個 類似像潛水艇一樣 只是沒有渴的潛水艇 他可以潛到水面去 哇他可以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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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可以在外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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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玩 就外一個坑 清水一個坑 因為那個水溝 那附近不是什麼清水艇嗎 沒有清水艇 我覺得對比他日子已經就是一座坑 最淡掉了 所以你看他這個結構 他這個人身上沒有背東西 他是用套的 隨他摩托車去改的 隨他摩托車去改他的結構 變成這個樣子 他上面沒有 他直接把水上摩托車的管子接上來 他直接把水上摩托車的管子接上來 哎唷他可以潛出來 哇 哇 他不然管子擋 好像很棒 喔這很有趣齁 他在外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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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看到 我還要搬 我還要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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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特別 感覺很像 我 看那個人很搭 我 對 是說你這個時候你在底下 背有水衝到你大概都 而且我自己看 對 反正這個是什麼 他用水控制 他用水控制放下 他用水控制放下 身體還要有一個動作去配合 我 我 我剛剛會不會累 好 換下一個 他要冷多爛 老師我就覺得 你如果 一下有人在游泳 然後你可以 然後人家起來 耗人氣 就覺得人家從那邊 那一定會很經典的 那一定會很經典的 你如果沒有血噴到的話 應該很痛 人家跟消防車 這就是飛機啊 這應該都看過吧 類似的 那什麼 各人飛機啊 十五十五 那是用螺旋槳嗎 那是用螺旋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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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種 這種 風扇的結構 就很像是 你們有看到那個 這個叫做大下的 類似 循環風扇 可是這個應該更耗電吧 當然更耗電啊 它靠一個 旁邊的風罩 讓風 從那個管道進出 那這個 可以把風做一個 集中的功能 你剛剛弄什麼 為什麼沒有發生空難 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放空難呢 有沒有 就這樣的人變得很好笑 很好笑 那很好笑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鋼鐵人身嗎 那就是 鋼鐵人身 那就是 鋼鐵人身 那就是飛起來 好 還在那邊很玩 這是氣球的動力車 好 這是用氣球的動力車 這是用氣球來做那個車子 好 這個超齒包的 也沒有齒包 這原理是一樣的啊 這原理都是一樣的 那麼 那麼 空氣車 就像 那個 水火箭一樣 以前做過了 好 以前做過了 不是 限時中 有人提出 把這個空氣壓住 然後 功能不太一樣 這個不太好 這只是把氣吹出去 你講的引擎 是用氣帶動引擎 不一樣 這直接把氣吹出來 這個功能 跟剛剛那個飛機 或者是那個 噴那個水柱的那個功能 是一樣的功能 這做法完全不一樣 跟剛剛志云講說 用高的空氣帶動引擎 帶動一個車子 他現在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之前 三個就有做到 OK 對啊 三個以前應該都做過了 還要跑了 OK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大家看下一個 這就是香港屎 放在一口紅色 那就是香港童 這是香港的 這是一個珍珠牌 你都會進去 看它之前 這是一個珍珠牌 你应该以前上过这课 所以现在放一部车子 车子往前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像那个红色版主往后面走 然后车子会在原地 车子会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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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在原地 车子在原地 这说明太空的车子 这就是水在 人在船上面走路的时候 船会向后面退 那船会向后退呢 因为它维持就是 我人在走的时候有反作力 我人坐在地板上 实际上我是向后退的 我人是向后退的 如果那些卡通会很常出现 就是那种 那个例如说 卡通上常常会出现那种 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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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正宇好像醒过来 诶 没有误会 对 好 来 来 先回到明镜第1动地率 牛頓定動定律 我已經講過了 關心動定律 關心動定律就是當一個物體 我們發現它的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什麼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什麼叫做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動 怎樣 直接再踩 OK 如果它在靜止 它就一直靜止 如果它在動 它就一直在動 維持一樣的運動形態 對 要把動 維持一樣的運動速度 那速度就包含豎力大腳跟它的方向 變成情況之下 表示它這時候 運動狀態是沒有改變的 運動狀態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它是已經冠軍運動 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再回到第二個運動定律 這第二個運動定律 講的是F'MA 這A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的情形是表示什麼 什麼叫做有加速度 就是速度變快 速度變快或速度變慢 對不對 加速度是有 表示有速度有改變 速度有改變就是運動狀態的時候改變 當一個物體有發現運動狀態被改變的時候 或正在改變的時候 表示這個時候怎麼樣 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是什麼 有加速度就是什麼 在運動狀態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它有什麼 有力 有力的作用 當一個物體受到力的作用的時候 它會產生運動狀態的產變 就是加速度 這樣清楚嗎 老師 這樣清楚那次 假如車子 它在動的時候是 沒有主持人慣性的 因為它不是慣性動 是 那 事實上就不會有車禍的發生 對不對 沒有聽懂這個 因為假如它沒有關係 車中車禍 它撞到了那個時候 它並不會有很多往前的慣性 它可能就順便停止 你的意思說 如果慣性不存在的話 這也會有車禍 車禍就不會那麼危險 對 是的 但是慣性可不可能不存在 慣性為什麼不可能不存在 因為慣性跟什麼有關 慣性可不可能不存在 慣性可不可能消失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 跟質量有關 慣性跟質量有關 慣性是跟質量有關 因為我們是一個 存在一個 具有很多質量的一個環境 你只要有質量 你的慣性就很大 質量越小 慣性就很小 它都會被改變 對不對 所以 你只要有質量 基本上你的慣性不可能消失 這是在我們目前已知的物理環境之下 是這樣 這樣清楚嗎 OK 所以今天講的沒有錯 假設沒有慣性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車禍 反正隨時就可以停 隨時就可以走 但是不太容易 超棒的 對 超棒的 那有沒有資料的東西有關係 目前來講 沒有 假設你看 所以等於MA 這邊 質量是無限小 幾乎0 那我只要一點點 你給它 這個價值是多少 幾乎0 怎麼是呢 無限大 這邊給一點點加速 假設給0.1好了 我這質量是 無限小是0.000000 喔那很大 0.0很大 1 我的假設是多少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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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點 那光 光就是質量幾乎是無限小 對不對 那他們的假設是 那光沒有質量 光沒有質量 因為沒有質量的東西 它就沒辦法承受力 有時候沒承受 因為光本來都是物質 你想這樣加入 我都要加在哪裡 因為這是物質 我可以推它嗎 它存在 我可以碰到它 光 這邊有光啊 噗 加速 我根本打不到光啊 對 光是個物質嘛 它不是物質 我根本打不到它 摸摸到它 它沒有再有空間 我摸摸摸到它 我怎麼對它做加速 怎麼對它施力 我是沒辦法對它施力的 是不是 好 所以 我們有慣性的東西 我們看到力 看到一個力的存在 我們怎麼看到力的存在 我們只能看到 它的运動狀態 是 所以我們流動狀態 就做了定力 或者我們去定力力大小 就是說 假設一公斤的物質 它被一個力量作用 它就會產生 每秒每秒 一公尺的加速度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物質 產生了每秒每秒 一公尺的加速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它受了一牛肉的力 OK 這是力 這是質量 這是加速度 OK 這樣問題 這就是定力 牛肉就是定力力的大小 所以通常 你現在講到 哎呀你被打了 它的拳頭多重 不知道 因為你很難去量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知道怎麼量力的 你只要把那個力量轉換到一個物體身上 看它產生多少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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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說 它的力量有多大了 OK 然後就看它轉換出多少加速度出來 好 再換個長度一下 假設現在有一艘游艇 很大很大的游艇 我可以靠一個人的力量嗎 就可以 可以 為什麼 我會加力 有更能力 就是它 可以 我會加力是0的話 什麼 只是很慢 很慢 只是很慢可以 你質量就算再大再大再大 我只要給個力 它一定會成為加速度 好 剛剛成語講說沒有摩 他也聽到這樣 沒有錯 在弧面上 其無來講 如果你是慢速移動的話 幾乎沒有摩擦力 因為在液體裡面 在液體裡面的摩擦力 那隨著你的速度就是正 對 它的摩擦力是正比你的 它的摩擦力是正比你的速度 所以當你速度很小的時候 你摩擦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力的 主力是摩擦力 主力是摩擦力 它主力是摩擦力 摩擦力是主力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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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主力是正比我們的速度 所以速度很小的時候 譬如船靜止那種不動 它的摩擦力幾乎 當我慢慢推它的時候 我最好有力 就像這個船很重 是100噸好了 非常低加速度 我只想加速度 加速度就快再小了 它只要隨著時間增加 它心情就會增加 它就會被改變 所以要去用一部船 並不是很難的事 所以有時候大力士說 我是大的大力士 我要拉一艘油艇 哇大力士說 哇好厲害好厲害 這個大力士好厲害 那是誰的辦 你知道嗎 車子 車子就不一定 車子就把摩擦力變得很小 就可以了 水用兩油車 你只能把摩擦力變得很小就可以了 我只要治了它 用那個拉車 對對對 它的摩擦力如果很小的話 這件事情沒什麼來不及 你們要用嗎 很容易 很容易啊 很容易啊 重點是你要多快 你要多快 但是如果說反過來講 我站在水裡面 要摩擦力有一點 可不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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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對水也沒有摩擦力 所以推自我移動 所以它會移動 質量比較小 質量比較小 OK 這次反作力不是很好 你要一往後看就知道 好 現在回來學習單的 後面的第一題 最後面的一題 最後面的一題 就第五題 舉兩個生活中 力更加助相互一堂的例子 兩個例子 這是上禮拜嗎 你沒有拿到 這張先給你 其實你看都有 下次我應該做個單子 讓你們 你大概都會簽個名字 你大概都會簽個名字 舉兩個生活中 力跟加助的關係 舉兩個例子 我跳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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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牛讀的 我不是寫了嗎 F&MA我不是寫了 那為什麼這樣 他寫在第二運動定律 第三跟第四題 不一樣 第三跟第四題不一樣 那第四題比較偏向是 一牛不能定律 一牛什麼叫一牛讀 那第三你只要講說 解釋一下 第二運動定律是什麼 喔 第二運動定律是什麼 對 第二運動定律是什麼 那你要寫F&MA 本來這中間也不能說錯了 但是我比較希望你用文字去描述一下 什麼叫做運動定律 第二運動定律 3等於職業襯救助 沒有錯 但是他的公式 可以說是第四題的定義 第三題就是要用文字去解釋一下 這個公式代表了什麼意思 這個文字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好 現在回來 舉兩個例子好不好 生活中力跟好交流的關係 讓你舉兩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 生活中有力,然後半個的下速度產生 是什麼? 生活中有力 浪 什麼? 浪 然後呢? 浪 浪 然後是什麼例子? 我不知道 你要解決哪邊是力,哪邊是下速度 否則怎麼樣? 開動的時候比較吃力 然後呢? 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比較好看 因為開可能是關心 後面是關心 前面啟動的時候就是力 它要加速嘛 所以它作用力 所以你會覺得有加速度的傾形 轉身 所以它有加速度嘛 因為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你感覺有點好像被貼在椅背上 或是它插車的時候 快到站插車的時候 你感覺好像被穿不起來 或是那時候如果準備一下 你穿手道上的時候 突然它插車就覺得 欸,好像會站不穩 對,因為你身體有慣性 可是攝氏在結束 所以你身體會向前移動 好 好 那有沒有別的例子 沒有啊 我只是吃藍膠 不要看我 我只是吃藍膠 好,這幾個例子 你生意 利跟家族的關係 幾個利 生活中有很多利啊 有什麼 有怎麼樣 有有有 哪有利 哪有有加速度 有讓在推你 讓打到你的時候 在瞬間你會 超假的速度 你會加速 或者是讓打在你會 被滾動 所以你才會穩動的情況之下 或是被翻滾的情況之下 你的運動状態是在改變 你的運動動態是在改變 什麼 運動動態改變之後 就是有力的現象 譬如現在抬風天 自己講到抬風天 譬如我現在窗戶關著 我窗戶現在是很硬不動的 可是瘋在吹的時候 你知道窗戶怎麼樣 給它晃 它晃的時候是硬洞瘋在改變 是 對 是硬洞瘋一直在改變 這時候就說 這東西是有受到力的 一片樹葉從瘋瘋掉下來 希望那硬洞瘋會不會改變 如果硬洞瘋不會改變 這個樹葉應該怎麼掉 就應該是這樣子 而且還敢輸出 穩定的向下掉 肯定大陸上的樹葉怎麼掉 很像螺旋對不對 這時候它有沒有受力 有 受起來的力 風的力 空氣的力 空氣阻力啊 空氣脆動的力啊 反正你以為它會受到一些 那其他時候有一個重力 對 地心向下的重力 好 第六題 一個質量為三公斤的物體 受F1的力 結果產生一個向右 每秒向右兩公尺的加速度 好 請問F1為多少 質量為三公斤 它必須施做多少力 先讓它產生每秒兩公尺的加速度 6牛噸 F等來的 這才是MA 對不對 M是什麼 3公斤 這A是什麼 2M 3S平方 所以等於6 當年也可以這樣寫 KGM 3S平方 但這很複雜 對不對 最簡單的寫法叫做 6N OK 這就是我們定義碼 每公斤產生公尺 每秒每公尺的加速度 就叫1鈕 就叫N OK 這樣看 M是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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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是質量 不不不不 停 這邊這M指的是公尺 單位 這邊是單位 不是不是 我說上面 上面就是單 指的是質量 對啊 可是質量不是有公斤克嗎 對啊 我們這邊用的是公斤 那牛頓用克的話 我們就拐過來 不會 這樣講了 通常呢 我們叫做 我們的單位 有一個叫做 KGS 這個指的是 公斤重 公尺 跟秒 或者是 CGS 這指的是 克重 公分 秒 但這很少用的 他們用公斤 這很少用 他們用這個 用公斤 公尺跟秒 來都表示 這個單位 這比較一致 那如果用這個方式 來表示你的力量 這叫R1 就單位就很小 每一克的物質 被產生的每秒每秒 一公分的加速度 這個力量就一打1 所以就不是 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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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公斤 就用公斤 OK 好 好 好 第二題 畢竟你呈上面的螢幕 突然發現說 他又增加一個力 就是F2 他這有兩個力 一個是F1 一個是F2 F2的左右力產生呢 那我發現F2是兩牛頓 所以前面這個物體的運動 運動狀態變成什麼 四牛頓 這變成四牛頓的力 他受了四牛頓的力 往哪邊 往哪邊 往右邊 往右邊 對不對 他本來第一題是說 他有一個F1 向右 向右 我們算出來的F1是六牛頓 可是過六五 我們發現說 他受了另外一個力 F2 向左兩牛頓 所以他合力是多少 合力是變成 四牛頓 向右 對不對 好 現在他有四牛頓向右的力 請問他的運動狀態變成什麼 運動狀態變成什麼 改變 變嗎 欸 變慢嗎 位置改變 位置應該改變 他一直在運動 他一直在運動 他位置也會改變 可能他身上速度多少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他這時候 力量改變了 所以他這時候 所以他會選擇一個什麼樣的加速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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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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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動態是A12 第一個動態是A12 加速是每百每百兩公尺 第二個動態變成每百每百三十四公尺 這表示什麼? 他減速了嗎? 表示他減速了嗎? 沒有理我 表示他減速了嗎? 可能是 是嗎?減速了嗎? 我從每秒每秒兩公尺的加速度 變成每秒每秒三分四的加速度 我減速了嗎? 對減速了 這是加速度喔 答案是我還在加速啊 我一直在加速啊 我只是加速度變慢啊 我本來是很快的跑 我現在變得很慢的跑 不能這是速度 我本來是受力很大力在作用 我現在變速度變慢 速度沒有變慢啊 加速度的意思是說 我這一秒的速度跟下一秒的速度 下一秒的速度會增加多少 假設我現在這個狀況 我零秒的時候速度是零 我一秒的時候速度變多少 二 二 我兩秒的時候速度變多少 四 四 四 在這個時候呢 我切換了我的加速度變三分之四 第三秒會變得多少 我這邊的加速度是二喔 我之後的加速度是三分之四 會變得多少 五分 五又三分之一 五又三分之一喔 是不是 對 第四秒會變得多少 六又三分之二 六又三分之二 誒 我們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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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減速啊 不要跑 不要衝 我們減速 請問要我們減速 我沒有減速喔 六又三分之二還是六又三分之一 六又三分之二 因為每秒鐘增加一又三分之一 好 上這 好 好 這樣子清楚嗎 這樣多變嗎 對 OK 好了 把腦袋轉回來 這樣清楚嗎 我是變成減速度還是變成速度變慢還是速度變快 速度變快 速度還是在變快 只是變快的幅度沒有那麼高了 OK 那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的 這個 改變率沒有那麼高 速度改變率沒有那麼高 好 清楚嗎 確定嗎 確定 這也清楚嗎 好 OK 再往下走 我們呢 過來慢慢的 誒這個 這個 這個木塊是物體啊 本來都是在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結果它之後 撞到了一個有摩擦力的 很小 它撞了一個地毯 它撞了一個地毯 有摩擦力的對不對 那有沒有知道這個摩擦力呢 摩擦力的係數是0.5 好 這邊要講摩擦力喔 我們之前都沒講過嗎 摩擦力 可能大家會覺得怪怪的 什麼是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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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主力 摩擦力是一種主力 這主力是用摩擦的關係而來 所以它都摩擦力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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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產生的力 好 那舉個力好了 我現在推這個 推這個螢幕 我現在有10D 為什麼它不會動 摩擦力 因為摩擦力卡住了 摩擦力卡住了 摩擦力卡住了 那我再推大力一點 就應該會推動它吧 我如果再推大力一點 就會移動了 那怎麼樣 為什麼推大力你會移動 如果背的力量 主力跟差力 對 背的力量 它是我跟橘那個黑板的力 差不多 跟橘黑板的力量差不多 跟橘黑板的力量差不多 對 所以我做黑板的主力 對黑板的主力 這是摩擦力嗎 這算是摩擦力 這算是摩擦力 所以你力氣過了 因為我運動方向 對抹角度 一般會往後 OK 非常好 這算摩擦力 你看我運動方向 這個像摩擦力 我運動是往這個方向 速度 我如果運動是往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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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我如果運動是往這個方向 我們嚴格來講 這個叫摩擦力 你剛才就是說 你所施的力 對方施的力 有點不一樣 沒有關係 我沒有講 跟你施的力 沒有影響 這叫做阻力啦 一般來講這叫阻力 運動號像的一個阻力 阻止你運動的一個力量 摩擦也是阻力的一種 剛剛治癒長 我現在推長病 你可以說因為牆壁結構很強 它阻止我的運動了 在這情況下 它是一種阻力 可是我如果是超人 就過去了嘛 這個阻力算什麼 我的力量比體力還大 所以它就不會扶持我的運動 我的運動會持續進行 那多多少頭會讓我上來慢一點點而已 那這叫做負的加速度 因為它可能是負的力 負礦強的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講摩擦力這件事情 實際上我們要先看一下物體的表面 物體的表面呢 它是坑坑洞洞的 然後兩個物體看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你要推都推不動 它卡住了 可是呢 你上來推點力量的時候呢 欸 它說你們好像 現在只剩下智宇在聽我講話 智宇跟斷門都不知道我去哪裡了 智姐 你要去忙著你的事情 先把這個聽完嘛 我如果你們這樣說那我講完了就算講完了喔 你現在自己看過你的答案 是不是 是這樣啦 那你就繼續講吧 我看完一下 好 在講完之後就先聽一下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看過你的答案 不能看過 講了之後你馬上的問題馬上可以回應 馬上可以過你 可是我就是你專家做別的事情 然後我講完了你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這時間點就是相當於我們是這個 就是想誤會嘛 我們只是卸購而已 偶然的卸購 然後根本就沒有發什麼樣的交互作用 可是如果你仔細聽過 在這時候你有學到一點東西的話 那就是有用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有影響 必須有影響 好 我們現在講什麼哪裡 我跟兩人放在一起 它卡住了什麼 可是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如果在用點力撐到 有可能會因為斜面的完全浮起來 只要它脫離它就卡住的影響 它就可以運動了 它必須就可以交互運動了 這就是脫離了 所以我們用力的時候呢 如果我用一點力 因為上面是白色的 欸 不會動 我用一點力它下來浮起來 一點點的時候 欸 它滑動了 它可以滑動 就被推得動了 這時候呢 抵抗的只是 那一點點下一個摩擦力 好之後抵抗會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摩擦力是什麼有關 我講到推向物體 接觸面的性質 對 沒有錯 假設物體的接觸面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想到這個摩擦力會很大 我們可以想到這個摩擦力會很大 如果有任何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說這兩個接觸面的摩擦力 摩擦係數比較小 最正在說摩擦係數 摩擦係數 摩擦係數有關 摩擦係數代表是接觸面的性質 然後它跟什麼有關 跟它垂直向下的力有關 正向力 垂直向下的力呢 如果壓得越大呢 它卡得越緊 你看它頂開的力量就需要噴擦 所以跟垂直向下的力有關 我垂直向下的力有關 我垂直向下的力有關 我需要摩擦力會越大 這叫做正向力 N 或者叫做FN 正向力 這N代表Normal 逆直向下的 就是垂直運動面的 垂直滑動面的N 垂直在FN 垂直運動方向的面接觸面的力 叫做FN 我現在是不是 一個是我手握著 手握著他就停在這邊對不對 另一個方式是我用手去壓著拿壓著 這時候FN是使什麼力 FN在哪裡 FN是低信力嗎 手指 手指像K版的力加FN 好的 我的力度很輕 他就掉下來 因為他幾乎沒有摩擦力 他不需要抵抗這個東西 重力就把它打開對不對 可是我抵抗這個重力的影響 不是要稍微撕一點力 我卡住他了 他就產生摩擦力了 這支摩擦力恰好等於重力 他就不會掉 對不對 我剛剛慢慢掉了 沒有啊 你有剛剛慢慢掉嗎 一百年後 一百年後他應該是不會掉的 那是一千年 應該是不會掉啦 應該是不會掉的 如果我幫我吃那麼久的話 我真的會壓過 可是也會掉啊 你這樣壓著他就完全沒有摩擦力 因為他阻力很大 他現在阻力已經... 可是你如果壓一小時 你看這個... 那是因為我被的關係啊 如果你要這個力氣 然後就持續很久 然後他就完全不摩擦力 對啦 完全不摩擦力 不要這樣講 你再坐在一百年上 假設一百年也不會爛 你的屁股也不會爛 你坐在那邊請問一百年後 你會動嗎 會動 會爛喔 風吹 風吹那是受力啊 你受別的力啊 對啊 假設一些狀態這樣沒做 如果這樣受低心引力 我覺得他還就會... 往下 那如果這樣講 我們都受低心引力啊 我不是... 你坐在椅子上 你也受低心引力啊 那假設椅子不會爛 現在請問你會動嗎 我 對啊 可是你那個啊 你可是... 你睡就不會爛 可是...那是摩擦力啊 不是...睡個一百年吧 可是...可是... 你一定迷往這邊 我往這邊再已經... 你知道嗎 這時你看不到耶 我剛剛壓著他的時候 他實際上有摩擦力想上 他有啊 他就可以把這個摩擦力 直接摩擦力 那摩擦力想上 所以摩擦力剛好底下的重力 會彈出來 這個摩擦力還在哪裡 但是我...我手給他指向的力啊 我手指的力越大嘛 他的摩擦力越大 可是這樣摩擦力不會在整間 因為他... 恰好等於... 異性的力而已 好... 他在卡住了 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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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是B 如果是B的話也有可能 因為他的摩擦系數很小 剛剛我講摩擦系數很小 對不對 我摩擦系數很小的情況之下 我的Fn 增上摩擦力 是等於我的摩擦力嘛 摩擦力 我的摩擦力要抵交重力 它才會卡住嘛 對不對 可是我摩擦能抵交重力 我的Nu很小 這Nu是摩擦系數 我如果很小 0.0000001好了 我要比一下我的重力 我的重力講是一公斤 我的力量被它相等 我才會卡住嘛 你看我的Fn要摩擦 是不是很像幾十噸重 或幾千牛頓才要幫我卡住 剩下幾萬牛頓 是吧 是 對啊 所以我可能卡住它 因為我很幫忙的時候 好 好 所以摩擦力 我們大概知道什麼是摩擦力 那接下來我們講的事情 我們通常這樣講說 一個物體的質量 跟重量 什麼叫質量 什麼叫重量 什麼叫質量 什麼叫重量 物質的數量 啊 質量跟重量 是數量有關係喔 什麼叫質量 什麼叫重量 對不對 以前我們講說 這個質量是一公斤 事實上以前它的重量是一公斤 事實上以前它的重量是一公斤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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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假設這個物體 這個一公斤 把它移到月亮 它移到月亮 它移到月亮了 這個物體移到月亮了 所以它重量還是一公斤嗎 有一個物體它質量是一公斤 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它質量是一公斤 然後 我們先來糖黃針 差低公斤的重量 你可以想像好了 重量是用糖黃針去移的 糖黃針去移的 因為糖黃針只要 不要理它 糖黃針在移東西 它是靠的是重力 它是靠力來量質量 它是靠力 好 好 沒有 沒有盯我 那我盯你 沒有盯你 他沒有想 他只是想去看看 他到底什麼東西 所以你感覺一次是啊 沒有 他腳踢下去 你腳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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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濁熱 會濁鬆的感覺 啊 你感覺到他跳起來 不然為什麼這樣那麼重力 絕對不懂 遇過到今天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以為你身上有命 所以他不是想聽 他只是想聊你 你是什麼 他在觀察 他一直拍事情 到我這邊 然後就讓他走 我自己走 OKOK 回來 上次他還請到我 回來 回來 我們剛剛講過 怎麼秤重量 我們說好 用糖黃針 秤重量 我先去量 1公斤的時候 的糖黃拉多長 再放2公斤 再放3公斤 我就可以推著 2.5公斤的長度 我可以推著1.5公斤的長度 是不是這樣的 我可以推著 我可以推著 糖黃的長度 我代表的 拉力有多少 那糖黃是代表什麼拉力 他是靠 他在量身力的 量身力的 量身力的 好 那我在地球上 一個1公斤的質量 等同1公斤的重量 那我如果在月亮 在月球上 我1公斤的質量 會量到1公斤的重量嗎 我問糖黃針 量到1公斤嗎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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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月球的關係什麼 那我如果先告訴你 月球的引力 是地球引力的6分之1 那就不可能 為什麼 那因為 你那個 照我們的引力 在跟月球的引力 6分之1 你其中 30 你在月球5公斤 然後如果在這邊是1公斤 那在那邊可能 6分之1公斤 對 因為你所受的力量變小 你所受的力量變小 因為受什麼力 受地吸引力 所以我在量糖黃針 來量我的質量 事實上是因為 地球對我的吸引力向下 所以我拉著糖黃的力向下 所以它會拉伸一個長度 對不對 所以它質量 是它質量的變 質量是本身 質量是物質的本質的一個量 那代表質量 那是因為引力的關係 所以重量就不一樣 對 所以你在太空中 你有沒有重量 沒有 在太空中 假設我旁邊沒有星球 基本上我這樣做 基本上是 根本就是沒有重量 所以我們叫做 那種狀況叫施重 所以你看它太空 太空的空氣 基本上是 輕飄飄的 可是如果你 就是這樣 怎麼離20公斤 離20公斤 離20公斤 要怎麼過去 手運超20公斤 就超了 沒有 20公斤 技巧 你手伸長 旁還 20公斤 那多少 有過去 有了過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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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分 你就太空分不 沒有用嗎 沒有東西可以踩 沒有力 不然你要持續作用力 沒有帽 power 你要床 自己有說 你要往這邊過去 那你就可以往這邊 有了過去 有嗎 其實沒有 沒有東西 反作用力是 你必須有作用 才能夠持續作用力 你要坐在乘身上 自己啊 可以嗎? 不行啊 他也是會先飄飄的 假如你往這邊 你怎麼往那邊 你怎麼往那邊 因為像剛剛那個 車子 可能太光像水一樣 那如果它像 海一樣這樣會不會 太光會不會像水啊 因為我至少手要撥到水 我再往前進 不是說你如果在大海那邊 打算你在大海那邊 你又游下去了 海溝為什麼是大海 你在大海裡面還有水可以讓你 造成那個 可以讓你實力 如果 一個人 然後他們互吹 他們的人就砍開了 為什麼掛掉 因為他被走了 對 假設他沒有綁繩子 你護吹就彈開 彈開就會越跑越遠 越跑越遠 你就回不來 就是慣性嘛 慣性的關係嘛 你就彈開了 那你現在距離 開運動是20多分 看得到我摸不到 我可以游泳嗎? 不能 我沒有東西可以推嘛 游泳是用緩動力喔 推水推我 那我真的摸到它怎麼辦 等死了 等死了 沒有別的方法嗎 沒有啦 我說那個人在幹嘛 在攝影是不是 剛剛手上有一個什麼 他把攝影機丟掉 攝影機 我可以把攝影機往這邊丟 我把攝影機丟出去 上來是不是在對攝影機作用 我在推攝影機 是攝影機的推我 可是你卻可以推回來嗎 欸 我沒有回到FMMA FMMA 不用很重啊 FMMA 我只要有一個小小的力 我就可能在小小的加速度 喔 我裝上跳回去 我只有 在那一瞬間 或是要推到那一瞬間 產生的一個小小的速度 小小的速度 所以你這樣子丟出去 如果往後一次就可以 我也很快 我也很快 每當你沒有一個速度開始 可是重點是 你會不會停下來 還有 我只要攻到太空槽 就可以停下來 太空槽會被你走 我重點是 我只要一共20公分而已 是不是 我只要一共20公分而已 不是嗎 也是 假的這個速度很慢 我這樣子丟出去 那一瞬間 我的速度只有 每秒0.05公分 每秒0.05公分 就是每秒5公分 速度夠慢 每秒5公分 那你會不會 手上拿來 一個動機 抓 這樣子 做動作 跟自己做 不會啊 這樣不會啊 是啊 這樣還在你自己身上 卡龍出去 那是卡通 我們卡通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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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跑到懸崖怎麼跳 怎麼跳 怎麼跳 大部分人 那個 這個問題 問喔 問小朋友 小朋友都說 會這樣子 如果說你懸崖 從懸崖跳下去 人怎麼運動 很多的答案是 蛤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 不是 那是怎麼樣 你會有 好無限 不要這樣 你這樣子跳下去 我說的是 假如平民就這樣跑出去 他會怎麼運動 應該是 像那個 警報摩天手的測試 那樣吧 就是這樣子 下去嗎 對 可是大部分的時候 卡通看過 這樣子啊 是不是 太假了 對 大部分這樣 一樣 太空 我們想說 那個 很多人 卡通看過 我看你中間 噓 又可以走了 你丟保齡球 手指卡在保齡球 你沒有中間 太空中 你要丟東西 一樣 你要丟東西 假如你不能把東西放開 它就跟著你在一起 所以如果放開 然後不然會把東西 還是不行啊 因為它會跟你的力 一樣 那是一起的東西 所以說 在一個 假如說 我在那個 開放上面 我只要 上去就可以 就不會動 都不會動 都不會動 就不會動 好帥啊 你要停在那邊不會動嗎 只是在那邊揮球 對 你連想要旋轉 都沒辦法旋轉 超帥啊 可是在太空船裡面就可以吧 太空船裡面 因為你有東西可以碰啊 不是啊 我都要空氣咧 在任何可以勉強 所以你在一下 都停止就完蛋了 對 就停就完蛋了 對 還要去那裡的話 做通停止的話 他有做通 那不是目前還沒有任何人 就是 在太空發生事故的時候 都不是他們在床外 都是在船內的時候 就是例如說 哪裡超過 這樣才發生事故 對 我看去那床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都不講 是沒錯 都不是在床外發生事故 對沒有錯 因為大部分會特別注意說 床外很危險 太空床外很危險 所以加強那個危險的考量 蠻有因素 所以 所以 那個時候會有太陽風暴 也會很危險 什麼樣的危險 什麼太陽風暴 太陽風暴會有什麼危險 不知道太陽風 太陽風會怎麼樣 有浮射啊 太陽風有浮射 那沒有太陽風就沒有浮射嗎 還是有浮射 還是有浮射 可是是強度啊 強度的問題 就是 太空浮的話不會抵擋 太空浮 太空浮 一般來講 設計它盡量去抵擋到時候 有浮射 但是有燒菜 怎麼應該打得住 好 太空浮要怎麼打 可能是用 用金屬嘛 所以你衣服上 只要有金屬 基本上應該都打得住 基本上應該都打得住 那 該開空浮 我認為最大原因 是怕小溪口 哦 因素都很快 會把你衣服 打到你應該都 就是直接爆開吧 跟子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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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彈啊 你被子彈打到會怎樣 對啊 你被子彈打到 那種小溪口 出過刀 因為素都怕 太空 沒有容積可以讓他剪 他沒有剪數啊 他一直規定整個小溪口 就是小溪口 這是進側 那是你丟小溪口 那是你丟小溪口 我講的小溪口 是宇宙自由 亂飛的小溪口 哦 哪一種 對 他速度一定是飛到幾千公里 他不會這樣放大石頭 我剛好拿著大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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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姐 老師那如果 如果 我現在拿了一顆石頭 我問我們 要像 好像 好像 那這樣子他 是有用 他會有一個加速的嗎 你丟是他相當的加速嗎 那他會 打死他 他這樣會不會維持 當你離開手 他受力的時候 他會維持很速度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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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會卡 小溪 我要玩寫資料 什麼 我要幫他寫下 我可以看他 現在幾點 12點 -7 OK 所以 蛤 他跑到我這邊來 很癢 對 老師想 不要想走 好 老師要幫你拍一下 用這個嗎 好癢 好癢 現在是我說 摩擦系數知道 所以我們又會知道摩擦力 對 就知道摩擦力多到 那 這個問題呢 其實他是問題說 好了 我現在是問題 運動到一個 摩擦力 摩擦系數0.5 我的運動方法會變少 所以要先知道摩擦力 但是在講到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講重量的問題 重量 重力的問題 我們先把它轉換一下 質量1公斤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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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表面 請願地球對它 所適合力是多大 1公斤 6萬之力 2公斤 為什麼6萬之力 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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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這個部分 我們要回到 2公斤的物體 2公斤的物體 我們講說 要觀察 地球對這個物體 所適合力有多大 我們要觀察什麼 重量輕力的 不管它輕或重 我們要觀察什麼 我們要觀察一個物體 它瘦了多少 瘦了多少力 我們要觀察什麼 你要去理它嗎 你想往後動嗎 推推開 很煩耶 你也知道 為什麼我特別喜歡你們兩個 閃不掉 對 我要觀察一下 對 你還剛剛被你的頭髮捲住了 我要圖那個 那個 羽毛球拍 羽毛電文拍 你不是說打他 他會被忍過 你要順利 你要打死 讓羽毛老師去打死 這樣子吧 好像在找電擊 電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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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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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觀察一個東西 有瘦力沒瘦力 你們要觀察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 一開始上一都講了 要觀察什麼 一個東西如果有瘦力 什麼能改變 運動狀態會改變 所以我們要觀察他的運動狀態會改變多少 所以我們要加速度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這東西 記不記得這東西 記 所以我呢 我就觀察一下這個根筆 受多少地 你為什麼要觀察 你就要放手 放手之後 會觀察到什麼 要加速度 不是速度 我會觀察加速度 因為只有加速度 才可以知道他的力 對不對 我只有加速度 就要觀察他的加速度 你看從靜止 他會變得有速度 所以一定有加速度 一定有加速度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問一下喔 這個粉筆跟我 兩個人 我們假設這樣 從空中掉下去 我們加速度會不會一樣 一樣 加速度會不會一樣 一樣 怎麼證明一樣 因為我記得 一個木頭跟一個鐵塊 一樣的地方 結果下一次 那個嗎 速度是一樣 所以 我們從時間到達地面 對 來從天到達地面 那個鐵陣羽毛 跟一個呃的陳羽毛 對對對 羽毛是不太準 因為羽毛受的空間物理比較大 對 羽毛受的空間物理比較大 羽毛受的空間物理比較大 所以假設拿兩個切球 大切球才能放開 他要從天到地面 我們可以說 他們兩個的加速度 其實是一樣 可是這沒有道理啊 為什麼 我覺得 是說 嗯 如果 像 你現在 把那樣子 這樣 這樣子 他會 很慢的 摸下來 因為他 下有阻力 但是 你把它 揉成一團 我就不容了 好高 好高 他會 跟另外一種 這樣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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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兩隻 修圓你說不要理攤 不要理攤 WE要過來切攝影機